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嘉雄 今天呢 2019年12月31號 早上8點58分 然後我現在要講的是 《倫與愛》第386集 《倫與愛》第386集呢 是2020年6月20號的部分 是《倫與愛》呢 在《倫與》裡面 一共出現8篇21章 這是第15章 那這個是第11篇第8章 這裡呢 只有5句話就結束了 而且很短 總共12個字 《倫與愛》所以這《倫與愛》在《倫與》裡面 《年元史》《言路停止之車雨之過》 是11篇7章 《倫與愛》 《倫與天上癮》 11篇8章 《倫與愛》 《門男後葬之》 《倫與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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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出現了4章 這一章《倫與天上癮》 就是 天就不要我了嗎 怎么让延远死 所以 在这个是他一个心境 所以孔子觉得 我觉得他讲的一些观念 最好的就是 他在讲资产的部分 他在讲资产的部分的时候 他提到一个观念 他说言以足字 言语的言以足字 文以足言 那这个呢 这八个字 在我脑海里面撞的千百遍 言语的言就是说话 它可以满足你的志气 志趣 你的心意 所以我说 人不能爱在心里口难开 你也不是 哪里有问题 所以言可及要及时 言不可及不及 可以言要言 不可以言不能言 所以这个天上语天上语 它是一个形容意境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我后面 这一个模型 是我在 大概三十几年前买的 三十年前左右 这个日本京都版本模型会社 那时候买社村模型的时候 日币是一百一十五万 那日币多少钱万万 现在上网查一下价钱 它是一百四十四万日币 所以如果除以三的话 它是差不多四十八万台币 这一支模型就四十八万台币 那它的意义在哪里 它是可以全身拆开 但是蒙心自闻 它到我手里以后 我买了画质情网以后 只是我说我需要它 但没想到三十几年后 我才用得到它 这些年来呢 我的肌肉背得蛮熟的吧 就是 紧胸后金香爱 胸中间邪体邪 甲爱害舌心 甲安静耳烟 玩玩玩扫甲 就紧不过就行 第一个字就背完了 像贵公公公 功劳劳生死 学外生旋软山区 外长外屈小姨 母屈一长背 手就是外长外屈小姨 母屈一长背 手心就三成脊肉 那脚底的外屈外屈屈之以 屈内屈底背肺筋 它有四成四十四块脊肉 那对以臣的 有个灰谱长期经骨后期 灰谱长期是小腿的前面 经骨后期是小腿的后面 下去 外屈屈屈屈屈屈 屈内屈底背背筋 那就是这样子从头背到脚 那现在呢 我会找学生呢 跟我一起来解剖 讲解 实剖 所以我想炎原始就是一个好学的 好像好学的精神不见了 但是在孔子来讲 在轮运来讲 在我们来讲 我们就像是不可以不宏义 像我现在在重感冒咳嗽 就是我运动稍微多了一点点 它肺有点受伤 这种脱胎换骨呢 就是那我觉得肩膀就 斜盤就比较重 那弹咳出来以后 狠咳膜自己比较舒服以后 它肩膀就比较松 所以我看肩膀的松重 我就知道我说 目前是肺的变化的变化 所以任重我道远 不宜重 十二后五不宜远复 我今天就夹伤了